妈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她没有什么话语权 只要是我继父说的这个事情 她都照办 那您就得受点委屈了 是 我17岁的时候就从学校出来 就自己选择创业 到21岁的时候正在开KTV 就必须会有些应酬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晚上喝醉了 然后从三楼摔下去 从三楼摔下来倒是 脊椎压缩性骨折 当时就下半层全部弹晃 但是你现在挺好的 是 后来做了手术以后 在家里谈了有差不多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的继父就向我要求要交伙食费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办法交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不能待在这个家里 我得出去 我就算死也得死在外面 当时这样的想法萌生了以后 第二年过完春节 我就一个人跑到了外面 去沿街卖唱唱了八年 你母亲没挽留你 我是偷偷走的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走了以后 你能走多远呢 你身体对啊 其实一个人只要他想做一件事情 条件不是问题 您看我今天这样子是 组的双管往外走 当时可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当时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要出去唱歌 总要有两个音箱吧 然后背把吉他 还有一些行李 这么多的东西 我一个人带着他走南传北 在外面流浪了八年 八年 是 边走边唱 是 虽然说这段时间挺坎坷的 也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是确实 他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 收获了什么 一份爱情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 后来还是 分开了 谁提出离婚 是他 曾经供过苦的夫妻 一旦走了 是让人十分悲伤的 是 有孩子吗 有孩子 有个孩子七岁 那孩子跟谁 孩子胖是胖给我的 但是现在 因为我腿脚不是太方便 怕照顾不了孩子 还小嘛 所以现在是跟着他姥姥和姥爷 那你跟前妻还有联系吗 不再联系了 因为他已经重组了家庭 我甚至联带电话号码都没有 我只跟姥姥和姥爷联系 之后又继续开始自己的流浪生 是 然后呢 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呢 我走到了江苏无锡 一个叫江阴的一个城市 在那个麦畅的 第三个晚上 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大姐 这个大姐呢 她说你留在这个城市 我来帮你 就这样 我们萍水相逢 她还借了我五万块钱 然后呢 我就留在了这个城市 开始卖茶叶 在销售茶叶的这个过程呢 我又认识了一个好兄弟 因为我腿脚不方便 到哪吧 都是他拉着行李 开着车 对我生活上的帮助也非常大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 去年 我现在就职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不是自己做小生意吗 怎么又进公司了 现在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看上我以后呢 就邀请我来到 来他这家公司 现在在这家公司担任副总裁 贵人接种而至 有的时候对命运 真的不应该丧气 回心 无论你生活在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 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与挫折 只要我们能够 不善失 对生活的那种信心 一路往前走 阳光一定就在远方 我们今天也给你 有一个惊喜 你所说的那些 接种而至的贵人 其中有一位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掌声有请他 大家好 你好 董事老师您好 你看都穿成西装隔离的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杨柯 来自山东辽城 我是他的一个好兄弟 就那个开车那个 是 送茶叶那个 对 你们怎么认识的 13年经过一个朋友 认识了我们宇哥 对他的第一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 很极其不靠谱的一个人 当时这个 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 然后穿着一个 很随意的一个衣服 经常会觉得 他有点像 这个我们电视剧里的 李云龙那种感觉 就是来黑他的我感觉 看得出来 两人在生活当中 关系特别的不错 在生活当中 应该说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既是志同道合的 同事 对 又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更想跟大家说的是 他是一个孝子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就他这样的 就是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 然后主着双拐的一个人 在外面卖烫 如果说我们用正常的思维 去考虑一下的话 应该说成这个乞讨 可能更能形容 他当时的那种生活 但是他在那种生活的情况下 八年的时间 他依然不会忘记 每个月给他母亲 打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哎呀 这真不容易 去年的年底那段时间 非常非常的忙 但那个有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 大家可能看着 他站在这里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常人 不太有太大区别 但其实他是什么 他在每一步 就是走路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这个 整个脚板会着地 但其实他是用了 他的大脚趾着地的 就要用力的 那么在那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他的大脚趾 能烂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画脓 然后我们就是能直观地 看到里面这个白色的骨头 但是在那种状态下 就是我们身边 所有的同事都没有发现 他是从来不会表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 类似于工作狂的那种感觉 嗯 很坚强 这么一说来的话 确实是不容易 很高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语歌 是 是这样 谢谢杨柯来到节目当中 好 再去休息一下 但今天的心愿还是唱歌啊 你都副总裁了 你学唱歌干嘛 唱歌我对他其实是有一份感恩在里面 如果当时 不是因为会唱这两首歌的话 我也没办法从家里面走出来 那也许我今天可能还摊在床上 我觉得你是希望把故事分享给我 你是希望很多人在风雨之后 都能够见到彩虹 是 听完你的故事 挺多的感慨的 我觉得人生可能就得经历这种酸甜苦辣 然后走到您今天这个位置的时候 您才会有情怀说我还要学唱歌 谢谢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这种正能量的东西 嗯 唱歌一定要学下去的 是 谢谢你 感谢观看